继续回到职场教知日文必答的环节 家庭观众有事想问我们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 电话借是204-6566 又或者用E-mail给我们 身边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研究部副经理Jason Jason早安 Janette早安 看看大致最新表现 恒生指数跌15点,去到20871点 成交方面有214亿 而国企指数跌35点,去到11432点 期指方面跌30点 暂时是低水3点 成交量方面有26000多张 不如和您谈谈 早前发了一些刑警股 第一只想和您谈谈就是268 金碟国际 今天来说跌成15% 去到1.8毫半 都看到是发了刑警 当中说到一些成本问题 其实这一只都挺复杂的 因为之前政府有些退税给他 有些政府的补贴 但是似乎中小企真的很难撑 你有怎么看呢 是的,至终金碟本身最多的客户 都是来自国内的中小企 本身金碟就是买一些所谓企业的应用软件 如果你说国内经济好一些 企业本身又赚到钱的话 自不然会愿意投放更加多的资源 去买这一类软件来用 但是当你看到上年的下半年开始 国内的银金是不断收紧 而且都见到出口的订单 都是越来越少的时候 都见到很多中小企都是面对资金紧缺的问题 甚至乎有些无单都可能要被迫收紧 都令到这个市场方面 其实就是越来越难做的 所以亦都是在解释 为什么金碟明明是上年上半年的时候 都仍是叫做出了一个业绩是不错 当时如果你说单计半年来说 它的纯利是升了四成三那么多 但是为什么你说去到下半年是要出盈景 全年方面盈利是要下一个大幅倒退 就见到去到第三季 特别就是去到第四季的时候 整体的营业额 甚至乎利润方面 都录到一个非常大的倒退 这一类的公司大家都要关注 因为本身他们都要投放比较多的资源 在软件开发研发的团队上面 那些人整体的薪金一点都不低 当然如果你说本身投放了这么多资源 去聘请这帮人回来 到最后研发了一个软件出来 但是发觉是卖不出的 又或者本身的市场是不断收缩 那对它的影响都会比较大一点 留意一下 始终268之前来说 都受惠一个叫做十二五规划的憧憬 令到它的股值都是一个非常之高的水平 最高峰的时候 它的PE都去到接近是26-28倍那么高 那现在就算你说股价跌了下来 整体2011年的预测PE方面 都有整个十七倍这些位置 那我相信这些估值 暂时都算是挺高的 所以如果你说今天它刚刚出了刑警 市场对它的信心又不是那么大的话 短期之内股价是有机会先行破一破 就是之前那些低位大概是过百这些水平 那所以你说未买的话 这些位置就不建议这么快去到楼底柱了 不妨让它跌穿过百这些位置 再向下试大概是一个六毫半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到买回去 那去到今年 当然你说国内整体的经营环境叫做改善 银根是可以放松的话 那对于这间公司 都是有个复苏的前景在此 好,谢谢Jason 那我们想听一下家庭观众的电话 陈小姐,早晨 你好,早晨 是,你好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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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问谁是今天 我想问C93,我没有货 我没有什么位置可以买 好,那国内电器 今天跌超过3% 去到2.08元,没有货 打算是短钱的,陈小姐 是啊 那如何部署,Jason 那国美之前是叫做炒的所谓 就是家电的补贴 就大概是过百这些位置 上个月的低位就升到上去 之前那两天大概是两个三毫多这些位置 那之前这一阵的上升 刚刚都提及过了 那主要原因都是憧憬回来 那中央方面会有第二轮的一些 就是所谓家电下香 或者一些家电补贴的措施 将会推出 那的而且如果说 看回现在北京来说 都会有一个 就是所谓短暂式的 节能家电补贴的措施 是进行中的 那这个措施去到 就是这个月底 2月29号 就会是到期 那到时候 会不会有那些 就是叫做延续的政策呢 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 可以接轨呢 那暂时来说 大家都是传着会有 那但是这些传闻 那到最后 是不是能够得到证实呢 整件事 是不是真的好像 预期那么好呢 那这方面的消息 都会影响着 就是国美方面的股价表现 那之前那股股价炒上来 就是基于这个 所谓市场的预期和憧憬 那但是当如果 你去到 这个月底的时候 都没有说一些 新的消息传出的话 那我相信 国美的上升的空间 就未必说会太大 那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短线操作的话 都可以hold 因为说现在这些位置 就是跌到 去十天线位置的话 初步都会有个支持位置 在那 那不介意的话 都可以 就是这些位置 就是小算买回一点 然后就跌到一个短线的回升 就上去两个四这些位置 就可以先行获利 好 那陈小姐 有没有其他问题 哦哦哦 是的 还有不好意思 我想问问 现在的902 和有没有上网的空间 好 没有货 打算是短线的 是的 好 那902 这类电力股 很明显 很明显 都令到他们 整天都说要蚀钱 那去到去年的年底开始 都见到中央整体的政策 是有些改变 那针对着一些电费方面 是有个加价的空间 那令到他们 就是最主要那些原材料方面 那些电煤 也都是会限制上升幅 那所以也都是解释着 为什么902 在过去的三四个月 一直的股价都是跑赢大市的 但是留意一下 始终这一类的电力股 都是一些叫做 增长的幅度 不是太高的板块 那都算是一些叫做 公用的事业 那当如果你说 就是整体的经济是好的话 那对它的股价 都会有帮助 但是我相信 它的股价去到这些位置 就未必再能够 好像之前那样 是大幅跑赢大市 反而有机会 可能这些高位 会引致一些 就是之前低位挡了的基金 可能会先行获利 所以这些位置 我相信在上网的空间 就未必会太多 如果你说持有了的话 我都建议 大概在这些位置 可以先行减一减榜 等到它的股价落回去 大概4.6 4.7这些位置 才再买 好 那麻烦了 陈小姐的电话 很多谢你的来电 Jaser 刚刚跟你讲一些科网股 不如都继续讲这个题 特别我们之前 就讲金碟国际 刚刚你都分析到 其实金碟国际 是做一些公司的软件 但是由于成本比较高 以及人财方面 亦都要高身请他们 我想问你 最近都留意到 例如如果说科网股 有Facebook 但是腾讯 又或者是新养出来 又或者是之前早前的 就是芬蘭的手机 有些讲到Angry Bird 会不会是金碟 可能是时候要转 研发一些新游戏 其实金碟本身的团队 不是做这些游戏 大部分的产品 都是来自企业的软件 例如阿姐 某某言说 叫他们的人才 本身做这类文书处理的软件 突然之间要做游戏的话 就未必可以适应得到 再加上 始终现在在内地的市场 做手机游戏的公司 都是非常之多的 就算腾讯这么大间也好 整体市场方面的占有率 都不算特别高 所以如果当市场竞争 已经这么激烈的话 贸贸然还要转型 到这些都接近饱和的行业 我相信直播率就不是太大 反而去 现在集中做这些企业软件 等中小企的经营状况 可以复苏过来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只股份 都不应该看得太差 好,谢谢Jason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已经收到好几位家庭观众的email 稍后会再为大家解答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有问答环节 家庭股众不要走开了